一 請 啟動 掌聲鼓勵 南投新一鄉草平投櫻花祭 正式揭開序幕 不過受到天氣影響 今年櫻花延後盛開 縣長林明貞表示 再過兩個星期 才是最佳賞花時機 要賞花的民眾 還要再多一點耐心 來這邊真的是非常高興 天氣也非常的晴朗 很可惜 對 就是櫻花 櫻花祭還沒到 那麼櫻花今年 因為氣候的關係 又剛好有雨水 又寒冷的這個冬天 配合大概花會爆炸性的盛開 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草平投櫻花種類繁多 有三櫻花 八重櫻跟幾野櫻等 鄉長表示 來新一鄉除了賞花 也可以到鄰近部落 體驗布農文化 像我們的旺鄉部落 它也是呈現櫻花跟風速盛開的一個景象 也有提供部落體驗跟羅納部落 包含在我們佐水西線的雙榮地利部落 也有帶給遊客一些不一樣的體驗 鄉長提醒民眾 草平投櫻花祭 從1月23號開始展開系列活動 也將全天實施交通管制 請民眾務必遵守交通規則 尊重當地居民擁入權益 原始新聞 Hundiff南投信義採訪報導